做一些調整的部分 今年就有在做一些調整的部分 就是讓他們大概輪替的時間是在六分鐘左右 所以他每個人大概到六分鐘左右就一定要下來 那我也是跟球員講說你們可能會覺得不習慣 但是你們如果習慣了之後 就是你全力做好六分鐘 可能在比較緊急的比賽的時候 你可能休息的時間會縮短為兩分鐘到三分鐘 那你習慣之後就不會有這麼大的落差 所以他們今年其實反而這樣打起來效果不錯 那每個人上去的時候 防守的強度就一直維持在那個強度上面 那個攻擊慾望啊 然後表現的慾望就會變得很強 所以這也是我比較想要的 其實邱哥一直給我們有很大的信心 但是今年我覺得他給我們更多 就是讓我們自己在場上可以去 就是有點像放手讓我們去做 然後就比如說在場上哪裡 比如說節奏不對 其實是突然提點我們 提點我們 然後像隊上的佩登節 音樂節 音樂節 平鎮節 和西節 他們其實今年就是 大家都是用鼓勵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團隊上的氛圍 都非常好 開賽前我就有想好我今年給自己的目標是什麼 就是不能讓邱哥生氣 因為其實邱哥生氣就是很明顯就是我做不好 然後其實這麼多年來 然後就是也表現也齊齊弱弱了啦 我就希望今年可以不要讓邱哥生氣 其實就代表我表現得好 對 因為洋將其實真的是進取優勢比較好 然後我覺得我們 我自己的優勢就當然是速度快 然後可以做一些單打 在我們團隊上是以快速的求風 所以即使有洋將加入 我覺得對我們來說也不會影響太大 就是他們內線就是更好啊 就是更高更壯 對 然後就是跟之前比起來就是有點不太一樣 對 然後之前就是他們就是前鋒控球 比較感覺比較是阻力 就是得分手 對 然後現在就可能進區得分會比較多一點 我就覺得就是沒玩笑 我自己就是在場上 我自己把自己做好就好了 就是不用去在意怎麼樣 對 自己比較沒有什麼壓力 因為我覺得今年我自己的目標就是 就是健康完賽 然後我能開心的在球場上享受 就是比賽過程就是最重要的 因為我覺得台人就是每個人都很有能力 上場的每個人就是都可以用 所以我覺得就是不用太有壓力 就是大家都可以就是互相承擔 還是覺得很可惜啊 但我覺得我們每個人就是都有 就是在場上其實都很努力 然後只是結果就是沒有那麼好 然後就是可能就是新的一年就是再來 很明顯的去年我們在冠軍賽的狀態 沒有到那麼好 因為畢竟國泰的陣容跟那個經驗比我們好 所以經過這幾年的磨練 我相信我們就是正中有比較經用好的球員 加上年輕的球員 我相信今年應該會是一個滿好的收穫年 目前為止 我們下來看 最後一條的那一條 就是我們來看 再次去年輕的球員 我們等一下 再次關係 更好